在這個部分,我們第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所謂的SOA 為什麼還要再提到一次SOA,或者SOA跟WebService有什麼關係? 後面其實我們會解釋 就是SOA基本上就是說你的系統在設計你的應用程式比較大一點的,我們就會號稱個系統 看起來比較騙人,因為要賣人家幾百萬上千萬的 或者像現在政府,你如果有看新聞在做什麼賦稅再造 就是以後你要報索得稅的時候,什麼東西燙不浪噹就直接從網路上什麼東西都告訴你 那個新一代的系統號稱要花34億 那你總不方便把一個34億的東西告訴人家說那是你寫的一個應用程式 聽起來就很低級,所以我們要講說那個是一個系統 那所謂SOA基本上就是說你整個系統在設計的時候 你總是會有很多功能,然後提供一個人機介面去操作這些功能 去呼叫這些功能,但是這些功能你要想辦法把它包裝得很有彈性 因為你的人機介面也許是個web介面 也許是個桌面的應用程式 也許是手機,有沒有 也許是像前兩天蘋果在賣的iPad等等,有沒有 各式各樣的device都有可能 所以你必須要讓它有一個比較好的人機介面 但是呢,像你們可能有上過Google Map的那些東西 或者是事後,也許後面幾週會上到 那Google Map它其實並沒有要求你一定要用什麼語言去護教它 對不對?你在手機上也可以結合Google Map 你在web上也可以結合Google Map等等 它其實就是做成一個類似服務的方式 所以比你平常寫的程式,比你平常寫的函數要更有彈性 比方說你有沒有想到一件事 你用Java寫的一個一個類別 裡面的一個一個函數一個一個方法,有沒有 你有沒有辦法讓C-Shop的程式去護教 你有沒有辦法很容易的讓你的PHP的程式去護教 你用Java寫的類別 這其實會有點難,對不對? 那為什麼?那就是因為你並沒有把這些功能 特別的包裝成一個所謂的服務的方式 像Google的各式各樣的Service 不管是Google Calendar、Google Map一樣 你要想辦法把它包成一個所謂的服務的方式 讓它可以跨平台、跨作業系統、跨硬體、跨程式圓等等 那如果你的系統當初在設計、在開發的時候 就有考量到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會說你的系統的架構 就是一個所謂的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是一個以服務為導向 從服務做觀點來設計的一個系統架構 講得很好聽,對不對? 可是都是空口說白話 沒有人告訴你 怎麼包才能夠包的一個變成很有彈性的服務 對不對? 那通常最常看到的實作方式 就是把你的各式各樣的服務寫成一個一個Web Service 可是Soa不等於Web Service 懂我意思嗎? Soa是一個觀念 那個觀念就是告訴你 所以你系統架構要這樣子設計 這樣子去定義 你的系統會變得很有彈性 但是這樣子的定義方式 你有很多方式、很多做法 可以把它實作出來 比方說老師的作業 同樣一個作業 假設叫你寫QuickSort 你可以用C-Shop寫 可以用VB檔內寫 可以用Java寫 QuickSort就是一個演算法 你用什麼語言去把它實作出來 那是你的事 對不對? 同樣的Soa是個觀念 你要用什麼方式把Soa做出來 我們不在意 我們也不想在意 因為我們在意的是說 你這個架構提供了哪些服務 只要你提供了服務出來 那個服務就是很有彈性的 我用各種語言在這個平台都可以呼叫的 所以我根本不會在意 你是Java寫的 你是C-Shop寫的 你是PHP寫的 我根本不管 可是要怎麼做到讓你完全不在意 你目前最被接受的做法 就是做成Web Service 所以為什麼Soa跟Web Service 常常合在一起 就是Soa這個觀念 Web Service是一個最普遍的實作方式 來實作出Soa的架構 但是並不表示Soa就等於Web Service 沒有 所以這個觀念要先把它搞清楚 那Soa這邊 因為它想辦法跨平台 跨程式語言 跨各種Device等等 所以它很強調一件事 就是它要有標準 函數呼叫之間要有一定的標準 傳遞參數要怎麼傳 那個資料怎麼表示 要有標準 你要走什麼通訊協定 要有標準 所以你在底下的投影片裡面 你看到它要想辦法盡量充分去利用 所謂的Open Standard 對不對 要提供一個Standard 你不斷的會看到Standard這個字 為什麼 因為沒有標準 我們就沒有辦法跟人家互通有無 所以你要想辦法讓它有標準 這個標準有時候是真的有一個組織在定義的 有時候不見得 有時候是也許業界很多人在用了 用到最後它變成是一個惡事例有沒有 變成大家都必須配合它 這種也有 所以有時候我們的標準有些是由上而下的 就是有個類似官方組織去定義的 希望大家能夠接受 這種叫由上而下 但是有些是倒過來 因為我這樣做 做得還蠻好的 那我也很熱誠的把這個做法 放到網路上跟你分享 你也用了 他也用了 他也用了 大家反而都覺得這樣很好用 所以漸漸的用的人越來越多 導致說IBM也不得不支援你 Microsoft也不得不支援你 有沒有 這種就是由下而上的方式 通常由下而上的這個 我們叫做 業界標準 或者叫工業標準 有沒有 就是比較沒有一個像政府 中立的組織等等這樣的機構去定義 比較像是業界自己去推的 但是推到最後被大家說普遍的接受 大概是這樣 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什麼東西叫做一個服務 你平常寫的那些Java程式 你平常寫的一個一個Java類別裡面的函數 算不算是一個服務 或者說你用PHP寫的一個一個函數 算不算是一個服務 原則上 看你對服務的大小怎麼定義 我們都可以接受 所以 服務這邊基本上是說 你把你這個系統 想要提供的各式各樣的功能 對不對 你把那個核心的部分抽出來 你總是寫程式的時候 會寫一個一個函數 像以前 我記得十幾年前 我在聽一些研討會的時候 每次那些研討會上面的那些 那些演講者都會講說 你寫系統的時候 一定會有很多很多的企業邏輯 你要想辦法去把這些企業邏輯寫得很好 封裝得很好 做得很有彈性等等 可是我就覺得很奇怪 什麼東西叫企業邏輯 我也寫了五六年的程式 但是我也搞不懂 我到底寫過什麼企業邏輯 但是他又說 只要寫過程式的人 都會有一堆企業邏輯 我實在搞不懂 後來我就問我同學 什麼叫企業邏輯 我同學就講得很有趣 企業邏輯就是很有水準的講法 講得很白爛的講法 就是你平常寫的一個一個函數 其實就是企業邏輯 比方說你可能寫一個作業做Quickshow 你可能寫一個很白爛的函數 去算身份證字號 有沒有亂搞 去驗證身份證字號 比方說你可能寫一個函數 去做什麼 攝氏跟華氏的轉換 溫度的轉換 匯率的轉換 看起來都是一個一個小函數 對不對 但是講得很有水準的時候 它就是你這個系統裡面提供的 一個一個企業邏輯 所以就是這樣子 我們在業界 如果告訴你說你平常寫的系統裡面有 一百個函數 一千個函數 你一定覺得很丟臉 很沒有水準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把它講成說 你平常的系統裡面可能有上千個企業邏輯 有沒有 企業邏輯就是你這個企業能夠 營運下去的那些 那些後台支援的各式各樣的功能 這樣聽起來好像就很厲害很了不起對不對 所以我們常常都是把一些很白爛的東西 包成一些很有水準的名字來騙你 你本來不懂 聽到SOA的時候覺得好像很懸 對不對 結果來上課之後 原來知道SOA只是這樣的東西之後 你居然聽懂了 你就會覺得很有成就有沒有 覺得上這個課沒有白來 所以你也很高興對不對 那我們也很高興 因為騙到你來上課 大家都互 都雙贏 就是這樣 這就是業界常常在玩的一件事 所以什麼是服務 服務講的很Low Level 就是你平常寫的一個一個函數 但是通常函數來講的話 它會所謂的顆粒度 那個Gradinarity 就是那個 是真的